肖战在面对一项新的赛车挑战时紧随王一博 其摩托已不再能满足王一博的激情 于是他决定挑战四轮车 肖战无法隐藏对他的同事王一博的赞赏和尊敬 当他决定迎接新的全球疯狂挑战时 王一博不仅是娱乐业的明星 还是一名出色的摩托车手 今天,他决定尝试新挑战四轮车驾驶 肖战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看到王一博置身困难的境地 努力掌控强大而狂野的赛车 这一惊人的速度让肖战置身一个全新的世界 他不仅看到了王一博在赛道上的耀眼表现 还感受到了他亲近的朋友的坚韧和勇气 看到王一博克服困难 肖战对自己承诺也要体验赛道上的刺激和挑战 然而,他感到自己可能没有像 他那位亲近的朋友那样强大 两人展现了团结精神和在生活和工作中的合作 但每个人都有自己展现这一精神的方式 肖战继续以敬仰和赞美的眼光 观看王一博的赛车视频片段 赛车中的每一步都是有关渴望突破极限 不断挑战自己的一刻 无论强大与否 肖战始终愿意支持他亲近的朋友 在赛道上的精彩时刻中分享快乐 王一博长久以来以他的摩托车驾驶才能而著名 他的耐心和激情令许多人钦佩 骑摩托车的驾驶才能在赛车比赛中需要耐心 应对压力和才能的技能 肖战可能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取得了许多成功 但参与赛车世界将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肖战自问他是否有足够的勇气面对赛车的困难 王一博在赛道上的视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知道这不仅仅是关于快速驾驶 还关乎掌控速度 管理压力和优化性能 在生活中 接受挑战和突破自我是我们前进和成长的方式 肖战看到王一博不仅在摩托车 驾驶和赛车中是一个巨大的灵感 也在生活中 这两位同事在赛道上和日常生活中互相支持和团结 这是世界各地的粉丝都可以学习的 因此 王一博在赛车中的挑战和突破 不仅仅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比赛 还是提醒我们坚韧 激情和决心的力量 我们可能不是专业赛车手 但我们可以学会应对所有挑战 不断突破自己 以实现我们的目标 王一博和肖战的事件 无疑正在吸引全球粉丝的关注 肖战对王一博的尊敬和崇拜是 娱乐业中友情和支持的典范 王一博决定面对赛车挑战 表现了他的勇敢性格和不懈追求 王一博的摩托车驾驶 才能使他成为摩托车赛事领域的代表 他的耐心和激情帮助他取得成功和名望 而他决定通过四轮车驾驶来挑战自己 显然是他事业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肖战不仅表现出对王一博的尊敬 还表达了自己的梦想和渴望 这是一个有趣的机会 展示了娱乐圈中艺术家之间的尊敬和团结 表达尊敬和雄心 也可以鼓舞和激励 其他人参与新的挑战 至于肖战 认识到自己 可能不如王一博 强大是自我成长的重要一步 承认自己的局限和能力 可能有助于他更清晰地 看到个人目标和职业生涯中更远的道路 最终 接受挑战和挑战自己的信息 是积极而熟悉的 王一博和肖战已经证明 勇敢面对困难可以带来成功和成长 我们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关于生活中不断努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贝贝和张佳妮摊上市了 要被央视封杀 黄晓明只能干着急 风马秀 一个引人瞩目的秀场 一时间成为内鱼圈热议的焦点 而其中 一位韩圈混迹的Liz的参与更是让人们对这个秀场充满了好奇和争议 尽管一些粉丝对Liz参加风马秀持反感态度 但她的首秀并未引起太大的波澜 无论如何 Liz作为一个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明星 无论她是否脱衣舞蹈 她对粉丝的影响力都是无可忽视的 然而 风马秀本质上是一个物化女性 压迫妇女的舞蹈秀场 法国这一次试图通过Liz作为女爱豆的影响力 为风马秀的合理化辩护 然而 内鱼圈对风马秀的抵制毫不退缩 尽管如此 仍有一些明星不顾负面影响 勇敢地前往风马秀 这两位明星分别是Angla Baby和张佳妮 当网友在风马秀上看到张佳妮和Baby的身影时 也感到非常震惊 张佳妮看起来非常大方地与粉丝打招呼 而Baby则有些避讳镜头的存在 Baby一直以来都非常喜欢韩星 特别是全智隆 而且经常参加BlackPink的演唱会 她对追逐韩星非常热衷 作为内鱼圈的明星 张佳妮和Baby的言行对粉丝们有一定的引导作用 但没想到他们竟然前往观赏这种脱衣舞蹈 这种行为确实让人费解 作为公众人物 他们应该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尽管很多人对风马秀表示不满 但她们却似乎在帮助资本家和理化宣传风马秀 作为女性 她们难道不应该站在女性这一边维护她们的权益吗 张佳妮和Baby为何要与资本家一起压迫同位女性的风马秀舞女呢 我们都知道 张佳妮和Baby在离婚后一直以独立 清醒的女性形象是人 然而 她们却反过来压迫某些底层女性 这真的让人感到无奈 大半个月以来 关于Lisa去封马秀的事情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让人惊讶的是 连Baby和张佳妮这样敏感的人物都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居然还公然去观看脱衣舞秀 这一事件对于Baby和张佳妮来说无疑是个大麻烦 与她们有丝毫关系的同行都必须及时与她们划清界限 因为一旦涉及到风马秀这个词 就很难摆脱这个污名 尽管Baby和张佳妮以前的形象都相当不错 特别是张佳妮最近因为参演新剧首思渣男而赢得了无数粉丝的支持 但是这次的风马秀事件却让她们辛苦建立起来的形象复之一句 当粉丝们得知她们去看脱衣舞秀时 评论区立刻沦陷了 批评她们的声音占绝大多数 这两个女人实在是太糊涂了 Angela Baby和张佳妮去看风马秀直接违反了演出行业演艺人员从业自律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所以她们将受到行业主管部门的处罚 不过截止目前还没有看到当事人出面道歉的消息 而Baby这边立刻遭到央视三农删除中秋视频的处理 央视删除了与Baby相关的内容 这表明央视对Baby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 这无疑传递了某种信号 而张佳妮因为与Baby的合作关系也无法再与张小斐合作了 Baby的新综艺节目现在就出发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甚至遭到了抵制 她的粉丝们纷纷在官方评论区中批评她 此次事件对于Baby和张佳妮的负面影响相当大 脱衣物这种本身就带有敏感性的话题 她们作为公众人物居然毫不支持地去捧场 所以批评是不可避免的 虽然Baby和黄晓明已经离婚 所以黄晓明并不需要因为Baby的负面新闻而受到牵连 然而黄晓明和张佳妮合作的剧目正在热播中 如今张佳妮闹出这样的事情 聚集的前景是否能够保持良好呢 Baby和张佳妮一方面是前妻 一方面是合作伙伴 两个人都轻率地去看风马秀 现在可谓火烧眉毛 而黄晓明只能焦急地等待着结果 Baby和张佳妮参与风马秀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而关于央视风沙的传闻也增添了争议 这一情况反映了内鱼圈中的一些现象和问题 值得深入思考 首先 Lisa的参与引发了许多人的好奇和反感 她作为韩圈明星 加入这样一个有争议的秀场 自然会引发争议 尽管她的首秀似乎没有引起太大波澜 但作为一名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明星 她的行为不容忽视 风马秀的本质问题也受到了关注 因为她似乎误化了女性 对妇女产生压迫性影响 法国试图通过Lisa来为风马秀进行辩护 但内鱼圈的抵制仍然坚定不已 这表明明星们的影响力 不仅来自于他们的明星地位 还取决于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为 Angela Baby和张佳妮的参与也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他们是内鱼圈的明星 对粉丝产生一定的影响 Angela Baby一直是韩星的粉丝 这次参与风马秀可能会对她的形象和粉丝产生一定的影响 张佳妮则看起来大方与粉丝互动 这可能是积极的一面 然而 他们的行为也引发了讨论 关于他们是否会受到央视封杀的传闻令人担忧 总的来说 这些事件反映了内鱼圈中价值观和行为的多样性 以及明星如何在公众面前塑造形象 然而 他们的行为也受到关注 因为他们作为公众人物 对社会价值观和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 是否会受到央视封杀还需要等待官方确认 但这一问题引发了对娱乐圈的深刻思考